大家好,我是一镜不检的序亮 继续跟大家聊 你好,李焕英 看了一下豆瓣 已经有100多万个人评分了 现在综合评分是7.9 对一部中国的喜剧电影来讲 这算是非常非常高的分数了 说明口碑很好 我基本上也同意这样的一个评分 我个人也打出了一个四星推荐 我觉得这个电影制作还是算是比较精致的 然后我觉得节奏也不错 价值观不垮 然后我觉得甚至还有一些可能超越现实 甚至超越现实的一些观念在里头 当然不一定是创作者的本意 可能是我的过度解读 可是我觉得能够引发人思考和讨论的 就是一个好的东西 上一期我通过影片里头 一个吊诡的角色 冷特的这样的一个分析 我的一个 我认为他是小林本人的下意识 或者潜意识 或者是他的自己的老我 不一定大家都同意 但是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是怎么去解释 我的资源奇说的 我今天想通过这个影片的制作 一些层面上聊一聊这个电影 到底成功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电影 我看着我也没有特别的 很多的梗我都没有笑 反而是说让我觉得最好笑的 可能我笑点也很奇怪是陈光琳在排练会演的时候 他说我是厂里头唯一的播音员 然后有一个人说 我觉得光琳的嗓音条件确实是咱们厂什么最好最标准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这样的时候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笑 好笑不是可笑 我很enjoy当时那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这样的一个笑料 同时我当然也没有流泪 我是被多多少少删到一点点情 就是觉得心里头好像那个string拉了一下 但是没有说感动到会落泪 但我仍然觉得是值得推荐的 我们说一说这个电影里头很多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熟悉的影子 我觉得就是说组队的时候 在贾晓琳穿夺着他妈穿着李幻英和玉梅去组排球队比赛的时候 非常像周星驰的少林足球 这个几乎是我觉得无论是人们的心态也好处境也好 这个蒙太奇的这种手法也好 非常非常的像 然后这个沈光琳在排练这个会演的时候的一些桥段 又非常像周星驰的喜剧之王 就是说其实who cares 但是有人的就会付出特别大的一个热情 整个穿越的东西当然就是中国已经被玩烂了 我觉得还是从比较经典的 比如说回到未来 罗伯特赞米斯基这样的一个 但是很不一样的在于说 像回到未来这样的电影穿越 它是一个硬科技 它是一个硬科幻的概念 它穿越回去有很多的科学 甚至说这种定律上的这种铺陈 然后它同时也有一个时间的压力 但这个电影里头感觉贾晓琳没有太多的时间的压力 他基本上就是干自己想干的事 然后自己觉得说已经无能为力 或者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 他就觉得说我该走了 创作者确实没有打算给我们去建立一个特别 严格意义上的这种时空的和因果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主人公甚至对自己的这种穿越 小林对自己的穿越可能都是很懵的 观众也没有太多其他的线索 可以去理性化这样的一个穿越的过程 但是无论它是穿越还是梦境 我觉得它设置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核心 让我觉得很成功的地方是在于它设置的这种穿越 形成的信息不对称 这种信息不对称 当然信息不对称本身就是人间最好的一种抓码了 我觉得信息不对称 然后从一开始我们认为是说小林掌握的更多的信息 也就是说小林其实代表说我们观众的视角 我们知道的感觉是说比穿越回去的李幻音是要多的 那小林和我们就是说我们和小林其实了解李幻音 但是李幻音感觉他并不了解小林或者不了解我们 到了小林因为裤子上补丁的细节就重新要往化工厂里头去跑 对吧他要找到李幻音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才突然就是知道说 哇这个信息是反向不对称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李幻音知道的事情要比小林多 也就是说其实比我们观众要多 我们一开始是被设置站在小林的立场上去看这个事情的 这个视角是比较现实或者现实的 就是我们小林怎么评价他母亲 我们就可能多多少少要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就是说活着的怎么活是一个更好的人生 然后信息不对称的转变实际上当然就是一个视角的转变 也是我们整个发现他要讲述他的影片的最核心的信息的点 很多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信息不对称我们了解了之后 重新去审视他的很多的意义 对吧我相信最终在梦境里头重新闪回那些梦境里头的场景的时候 其实就是说要让我们重新审视到底发生了什么 本来我们和小林是一样的我们是认为说可能赢个排球赛比较重要 或者说赢个电视比较重要 或者说攀爬一个社会阶梯比较重要 对不对 就是让把孩子送出国去UCLA改变命运 对吧 女儿当自强 是吧 男儿当自强 女儿也当自强 然后成为一个现实或者现实里头的名利的名利场的一个榜样 或者明星或者是至少在酒桌上是一个谈话的中心 那这之后经过李幻音的视角叠加之后 我们确实是觉得说有一些事情多多少少击中我们了 我相信每个人感受到的不一样 其实在我们二刷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确实李幻音在全场的时候都是在梦境穿越里头都是有控场能力的 他是可以不参加也可以参加排球比赛 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回过头去看 就是所有的这些情节都一点都不重要了 他允许这些事情 被小林的一些努力去有所改变 但是非常微小的一些改变 但是主要是李幻音通过改变了小林的认知 让他能够变得克服自己的羞愧 把和自己能够达成一个和解 然后获得一个内心的成长 然后更好的应对未来 特别是当自己已经不能再陪伴女儿往下走的时候 他需要变得知道什么东西更重要 才能更加勇敢 也更加笃定的往前走吧 所以小林和我们最终其实也知道 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能改变什么 什么东西是我们可以改变的 其实这个事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醒来之后的世界 我们的母亲的人生也不会因为任何过去的事情发生改变 母亲去世的事实也不会改变 如果可以改变的话 还不如直接穿越回车祸的那个地方对吧 那个营救可能就更娱乐化或者说也在故事里头更紧迫 但是就没有现在的这样的一层的意义 其实就是说影片已经暗示了 无论你是到底是梦境还是穿越 现实是不会改的 但什么东西可以改 如果或者说这个事情如果什么东西我们都改变不了 还有什么意义呢 穿越的意义还何在 其实刚才也提到了 这是影片的主题 这是一个心灵觉醒的问题 这是一个价值体系的一种改变 就是说小灵要经过这场穿越 put herself together 把自己重新重整旗鼓 然后领受了生 他看到母亲生命中 其实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在于这种牺牲的爱 然后让他知道说我应该带的这样的一个领悟 去过我自己的人生 让把他的坚韧和他伟大的东西 让我能够在我的生命中carry on 继续践行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从而就是有几级人 你还是有父亲 你还是有未来的家人 你还是有身边的朋友 你还是有社区 你还是有国家和世界 你可以有几级人 达到自己所能达到的一种至善 或者说尽可能的美善 我们一开始站在贾琳的立场上 当然和他一样是很不舒服 但是我们又觉得说合理的这样的一个meritocracy 就是以价值人的与价值来评判人的价值 你到底有没有用 就是说 所以说追求的是一个价 价得好升官发财了改变人生对吧 小林其实对开始对自己评价很低 就是什么 为什么评价很低 因为他在这样的一个meritocracy里头 他觉得说我只有有这样的一个merit 有这样的一个社会价值 才能够回报母亲的爱吧 才能够甚至说让母亲得到他自己的满足 或者说得到母亲的认可 同样这个东西是他的一个错觉 这是一条错误的扭曲的价值 但是他这套扭曲的价值 同时他也用它来去评判他母亲李幻英的过去 甚至说现金 他在穿越的时候 他提到就说输了排球就输了一辈子 对吧他对其实这一句话 其实是某种程度上 他对母亲一生的一种成果 或者说结果的一种否定 就是说你过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生 这是一个不堪的人生 你是一个失败的人生 这是一个在生活里头 非常扭曲的一个价值观 我相信就是说 我们身边都能见到这样的事情 就是生活中比比皆是 然后在影视里头 当然我们再想到就少林足球的时候 组队的时候二师兄还是什么 就是有点凸顶的时候 对吧 他一边在那杀猪 一边说凭什么我就 你们就有头发 我就没头发 对吧 凭什么李嘉诚就说 我爸就不是李嘉诚 我记得那个原话 凭什么我爸就不是李嘉诚 他是一个对生活充满了怨恨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然后由这样的一个自私 然后衍生出来这种抱怨 其实也多多少少抱怨 你父母的不成功的 使我输在了起跑线上 对吧 但是实际上真的吗 对不对 我们看到太多就是说成功的这些人 他们真的只是因为他们家里头的这种条件吗 反而生活中不也比比皆是 就是说他是在苦难当中 其实变得更伟大的吗 多的是啊 然后然后母亲在梦境里头跟他解释的这些东西 咱女儿啊这个输赢 其实健康健康快乐就好了吗 对不对 我我care的是你这个东西 然后说谁谁说你没出息 当他自己说我我我我以后会有出息 他当然你会有出息 什么叫有出息 你有自信 你自信的人生是有出息的对吧 但即使是这样呢 那个话在那说的时候 我们根本也觉得说首先很表层 我们也没有任何感觉 谁不知道呢对吧 道理谁都能知道 但是就是通过最后的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转变 这个信息不对称 当这个真相被review的时候 我们知道有一个更困难的事情 被人这样去做的时候 才明白说哇 原来母亲花了很大的心思 去给他做了这样一场一个情境 这是一个母亲而来的礼物 这个礼物是让小林要看到真相的这样的一种礼物 这样的时候只有说通过缝裤子这样的一个事情 才能够让他自己去体会这个真相到底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说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多少少在全片中最感动人的东西 因为他那个信息是很powerful的 我们就看到说超然的这种顾及人和人关系的这种东西而不是顾及一个权宜的东西的这种 这种爱是我们被感动的原因 我后来其实看完看完影片之后 我多多少少看了一下 贾琳在上一个综艺节目的时候 她也蛮emotional的 她说了两句话 我觉得印象很深 不是说这两句话 不是说印象深 好像是她说的好或者不好 只是我听了之后很有感受 她说了一个就是说我掏出心给观众看 另外一句话 她说我觉得我这样 我现在这个影片出来之后算对得起我妈了 我真的不是说她说这么说不对 我也能理解 但我想借题发挥一下 我不是针对她个人 我就单单说这两句话背后可能的一些观念 我觉得掏心给人看到底是掏心给别人看什么 看我们内心的光明吗 看我们多有爱吗 看我们好像多了不起吗 还是说看看我们内心的幽暗 我们是其实是多么多么自私 我们多么多么现实 我们多么多么短视 有时候经常实际上我们天天就忘记了什么东西更重要 哪个更有力量 是呈现给我心里头满满的爱重要 还是说其实我心里头有一些优爱的地方 也许你我都有 然后我把这个接给你看 我怎么去克服了这个一点点 没有完全克服完 还有很多黑暗 但是我克服了一点点 这个东西已经很不容易了 什么东西打动观众 我认为当然就是后者 我是觉得说 当然你能得到什么 我觉得观众能得到什么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想 你在寻求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当我们听到影片里头说 你怎么又走老路 老路就是不幸福 然后当李幻音说 我觉得我这辈子过得特别幸福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 如果说你对这个台词比较有感觉的话 我倒觉得可能你是更对人性的这种优爱 可能更有共鸣 当我们勇敢的去真诚的面对自己的这种优爱的时候 可能这个东西本身是挺有力量的 还是说你什么时候就评判一个人的标准 就变成这个人是不是够成功了 怎么是有钱有房级别是不是够高了 我就是说我们很容易就把这样的一个破标准 这样的一种非常短视的标准 套用在其实离我们身边最近的这些人的 我们应该去爱他们也爱我们的人的身上 其实我们不都是匆匆过客吗 我们真的是说家庭之爱 男女之爱友谊亲情 真的说这不是我们最在乎的事情吗 当我们回想起来生命中美好的事情的时候 哪一个事情和一个具体的财富有关系呢 跟有钱没钱有关系呢 我觉得真的仔细问的话还是比较少 最后其实我们看到影片结尾的时候 小林开着敞篷车一开始的时候 李欢迎也在上面 我们看到李欢迎也穿上了他念叨的 生前念叨的绿色的大衣 是一种某种美好的一种童话般的重现 但是他是相逢是肯定是在贾铃或者贾小林心中发生的 这个实现的并不是说所谓的社会达人 你看看我终于有钱了 我终于可以开上敞篷车了 你终于可以穿上皮衣了 这个东西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欢乐 这个欢乐是在于他们能够在一个频道里头去互相体谅和理解 我是觉得影片还是比较诚实和勇敢的 在探索人的优案 特别是贾铃 贾小林对自己的这种反省上 其实很多程度 很大程度上是勇敢和谦虚的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信息也是特别适合 当今的世界和当今的 特别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核心的价值观还是应该是对的 他说的第二句话说 我觉得我还算对得起我妈了 我觉得本来影片其实已经迈过了一个所谓的一种付出回报的这种二元对等的一种二元关系 好像说你的母亲的爱就是必须得用某种 tangible的或者visible的一个东西去给她一个回报 我相信贾铃也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这个话很容易被人误解 觉得说你看我拍了一个电影了 是吧 我现在获得这么大的成功了 那是不是你就应该觉得我对得起你了 你是不是就我就在你眼中已经是可爱的孩子了 我相信他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爱之所以爱人们之所以渴望爱 其实都是因为真正的爱是无因的 就是没有cause 就是无缘无故的是付出不求回报的这种爱 这是伟大的母爱的一个特质 对吧 当我们说到母爱的时候 肯定是这样的一种不计代价 unconditional没条件的爱是这个东西伟大的地方 我觉得贾铃的话确实是很容易让人误会 就是说如果说最后搞了半天 啊还是我成功了 所以我对得起你的话 那就有一点点把母爱就廉价化 甚至说我觉得是因为它是个综艺节目 那就是多多少少表现出来一点点 甚至capitalize 就是说把这个东西实产化变成 就是变成一个全不是什么 就是利益化的这么样的一种表达 这就不是已经在母语关系 真正神圣那个地方就又掉下来了 我相信贾小林最后在开的这个车时的时候 我们看到镜子上 他挡风玻璃上是有一个大裤衩的倒影的 因为而且很显然 那个是在一个高厢间的这种公路上 他不可能是那个CBD那个地方 当然有人当然就解读了 就是说这就是你看就是贾林自己 对自己上了春晚 当然那是一个absolutely 那是一个巨大的一个成功 但是我觉得放在那儿也未必是他本人的本意 但是有的人可能觉得放在那儿 这个东西是某某一某一种的对对不能说是炫耀 而是说对母亲在天之灵的一种一种一种告解 或者说告诉好 就是说你看我有这样的一个成就 可能也跟你有关 但是我觉得那个成就和母爱相比仍然是无足轻重的 也许把那个东西拿掉一些 可能还更纯粹一些 反正我觉得人都是很复杂的 我觉得说李幻音在生前 或者说贾林的妈妈在生前有没有真实的说过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给妈长回脸 这样的话其实中国的家长说出来的话 我一点都不奇怪 我们从小都是多多小小被这样的语言 在这样的语言环境里头经常就都是这么长大的 我也不觉得说他们永远都是这么想的 但是在生活中非常frustrating的沮丧的时候 当自己当他们心情也不好的时候 他们很容易用这样的一个话 其实说出来给孩子心中留下一个完全无法 很难克服的一种烙印 甚至说这种价值也会继续传递给他们的下一代 他们也会下一代也会喜欢传递给夏下一代 所以在梦境里头 当然我觉得这个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一种救赎 李幻音也说得很清楚 就是说我认为什么是重要 我认为女儿什么是重要的 他即使贾小林说我就是一个没用的什么小猪什么的 doesn't matter了对不对 我是觉得影片是比较powerful 但是贾林在综艺节目中说的这两句话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disservice 这个影片信息真正比较powerful的信息的东西 这是一个 disservice 没有必要去那么去说 当然我刚才不是讲过很多这种影片 这种对形式的这种借鉴 很多人也觉得说这个有什么 这个不就是一套路吗 我是觉得借鉴这种套路 不丢人 首先我觉得无可指摘形式上的这种借鉴和自己影片的信息的表达这是两回事 就是说甚至说形式和内容信息本身都是两回事 他只要能够把自己想说的话比较真诚的说出来 然后借用什么样的形式都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而且信息本身是无法抄袭的 就是说你形式永远都可以抄袭 你表面上怎么样都可以抄袭 就和考试卷子一样对吧 你结果很容易抄袭 但是最后思考的过程 你怎么去解 solve problem的想法 那是没办法抄袭 这个感觉就是说科技产品 一个科技应用是好抄袭的 但是它背后支撑它的这些数学和基础科学 那是需要真功夫的自己去思考和去探索的东西 那是别人抄不走的东西 甚至我就想到就说宁浩当年的疯狂的石头 在当年疯狂石头刚出来的时候 我也比较第一时间去采访去他家采访过他 当时很多人也说宁浩这有什么了不起 疯狂石头不就是抄盖里奇的两感大眼枪 我觉得不是的 我觉得说结构其实不是真正吸引观众去看 去沉入沉浸在里头的东西 而是他怎么样去用那些角色 那些角色本身是让我们看到自己 看到身边中很多人的这种形象的这样的一个喜悦 那些宁浩是有这样的本事 当时我就觉得说我们很多人就能看到 就是说宁浩是有能力去把生活中很多的有意思的东西 高度抽象化之出来 然后又高度具象化回去在影像上的这种能力 你看他后面的事业也证明了 他是一个好的电影人 这个是有没有抄作业的 有但是不是我觉得这种作业都不会抄的人也挺多的 其实那就真正抄袭抄了半天 大家一看就说这个从里到外你都在抄 那你就而且这个东西你所展示的你还不如援助好 比如说三枪对血迷宫 我就觉得再说几句影片的制作 我觉得这个影片的好的制作是票房的一个必要条件 肯定不是充分条件不是说你制作的好就一定能卖 但是你能卖就基本上首先是制作是还是比较用心的 我觉得制作方还是比较清晰的去执行了一个基本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怎么去赢得观众的一个策略 就是你得多多少少放下身段吧 对吧 我觉得这个让一个比其实还蛮绕的一个故事 能让那么多的人看了之后 呃基本上能看明白 基本上能感感受到里头的信息 这是一个其实技术各个技术方面很扎实的一种最后所体现出来的杰拓 这种扎实呃不是那种所谓的实际的事啊 或者实在的事而是真的是扎实的事 那我觉得在台词上呃我就我当然理解就说大家知道感觉到这个是还是一个很小品化的一个东西和考虑到他们这个贾林也好 这个乔山也好 沈腾也好他们的背景 so what 我觉得无所谓啊 这个语言类节目的这种基因放在里头也未尝不可说你像这个电影其实也经常是可以用很极端的这样的其他的一些形式的呀 你像这个last fund year的狗阵的话 Dogville他就是故意要借用这样的一个舞台剧的形式 而且我故意要让让这个墙变的是不可见的在地上画格子来表达 呃看怎么运用吧 我觉得假的阿帕图和美国那个很上那种喜剧的范儿 他他也里头大段的有我觉得stand up committee 的这个素质啊 对吧他新的他们那个电影我忘记叫什么了 里头有bill bar啊 这也是美国的脱口秀的明星 他在电影里头讲台词的方法和和在那个现场讲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有什么问题用什么都可以 用用小品也行 用脱口秀也行 只要你这个东西能表达一个信息 还是一个是生化的一个产品 这就是电影 有很多人说啊什么假的这个根本就不是电影把电影搞得很low 我觉得不不不不这个话没道理哈 我觉得电影本身就本身就是一个挺通俗的一个形式啊 他不排除通俗 甚至我觉得就觉得说谁 但有人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媒介里头表达他们很深邃的东西 比如说对世界的看法 世界观对历史 对哲学 对人性 对对美学 whatever哈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拍成故事会啊你也为什么不行 谁谁谁不让你这样做了哈 这个世界就是有这样的分众的需要的 就是说你你你还是只有说可能2%的人 我觉得才能接受大卫林奇这样的这样的怪才哈 可能20%的人能够接受 Terence Malick就不错了 能不能有百分之 比如说百分之有一半人能够接受库布里克吗 我其实还都还觉得说可能有点困难 这个世界也需要像朗霍华德呀 斯皮尔伯格呀这样的能够讲故事的人 然后能够让普通的人都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超越的东西 甚至说这个世界还需要麦克尔贝和冯小刚这样的 甚至他们也不是说谁就一定比谁高 我真的觉得通俗不丢人哈 我觉得李焕音实在是真的是可能也自己自己制造了很多的这种金具和投资 在这个营销上的这种呃 营销上肯定是也是很蛮出彩的 然后他这个口碑的转化 是真实的啊 就是说营销再怎么营销你一个破玩意儿 你就是把营销做出花来 观众的口碑成为他营销的终点 也就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成功 他能有这么高的票房是观众真实的一种对影片的价值的认同 是一个种心灵上的认同 那我觉得影片当然那是毛病 就是说有他自己的agenda嘛 他为了这种搞笑而搞笑的这种这种目标 所以你像逢拱出狱这种这种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只是为了他们自己公司的营销 或者是为了梗而梗哈 这个确实是不好看 也也没必要 如果他们能够稍微再搜search一下搜神一下哈 也许他们当时应该把这个拿掉 那包括一些影片里头的大段的这种 我觉得有点点过多的解释性的台词和大过多的闪回镜头 使得就是说这个东西好像就说你生怕观众不知道 我倒觉得说这是一个give and take 你是通过这样过度解释 可能是99%的人都能看懂了 但是可能也有30%的人觉得说你当我是傻吗 对吧 你非得这样去让我我我明白你的意思好吗 嗯不管怎么样 反正从票房来讲我觉得制作方人家是一个非常服务观众的这种心哈 对于一个类型片来说 呀给个大母哥了 OK 然后也说说这个说说技术上的事儿吧 我觉得说其实呃摄影哈和布光上啊 布光上大部分场景都是用的那种大面积光面面光哈 然后是比较感觉镜头也开的光圈比较大比较柔和吧 那嗯景深也比较浅 然后广角的这种比较短的焦段和深焦的镜头比较少 这个可能也是某种程度上是服务观众的一种手法啊 是是其实越焦越浅就是说强制观众注意力的这个这个想法就越到请你看这个啊 你一定要看这个别注意别的 或者是某种程度上隐藏这个这个美术上的一些呃 不不够周全的地方可能比如说经费没有那么多 没有办法所有的背 background 背景都那么考究 呃但是确实是喜剧也允许这样的这种比较比较糖水 比较饱和比较暖调比较柔和的这种这种手法 但是看着确实是不够美啊 就是说他或只是好看 但是没有缺乏意义感哈 这这也是没办法的 我觉得对喜剧来讲 特别是这种对这种女性的温情的穿越的东西来讲 那美术和服装当然就是比较相对比较比较也比较高调 也也比较到位吧 我觉得大批的这种标语啊海报啊 板报啊这种挂历啊这种生活用品啊 甚至说服装啊是 乃至上我看到这个街道上挂那个晾衣服的这些绳子 呃国营企业那个大门那个大门真的是太典型了哈 我我从小去的很多的这种国有国营单位的真的就是那个样子的 我相信这个也是票房高的很大的一个原因 我很难想象我的父母看到这些东西会没有很强烈的一个感觉 他们一定觉得说哇这真的是我们的青春 这真的是我们的回忆啊它会非常深深的被打动的 然后我觉得在音乐方面的这个二八十年代这种流行歌的这种选择 虽然说用的满满的哈 但是也确实起到了呃点睛一些场景信息和那个烘托 烘托这种气氛的这种力道 这多用也也其实你想昆丁也也经常把音乐用得非常的过火是吧 港片的这种渲染也都是有句话叫说是进阶过火进阶癫狂吗 这个这个在这个方面做一些尝试挺好的 那我觉得声音设计哈也蛮细但是我看到一个地方我不知道是说是人家有意为之呢 还是是一个我觉得错误哈 就是说当第一次这个小林准备穿越的时候哈 我们知道那两个时间是不一样的哈 他到后来就说李焕音走的时候的时刻是要比这个小林醒来去穿越要稍微早几分钟的 那第一次演这个挂墙墙上的挂钟的时候 因为是个特写我们能听到一个声效是是秒针 他他他这个声音 问题是那个钟确实没有秒针 这个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错误吧 有一点点出戏让我觉得 但是我在想是难道是故意的吗 这个是是说要故意提醒某种其他 我但是我解读不出来哈 那最后跟大家说说这个我觉得影片里头其实有一种挺了不起的 刚才也提到有一点点形而上的一种超越哈 甚至说是某种程度上的这种救赎啊 这种救赎什么意思 我不是说单只说这种宗教意义上的这种什么赎罪高扬啊 或者说音信称义啊 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不完全 这是一部分的救赎的意义 救赎本身的意义 你现在英文的意思是the action of saving of being saved from sin error or evil 就是说任何行为是能够拯救这个过去的一些 无论是罪也好 错误也好 或者邪恶也好 把他这个东西邪恶也可能存在在我们脑中 把这个东西想办法拯救过来 把它把它纠正了 这个本身也是救赎的意思 然后救赎还有其他的意思 the action of regaining or gaining possession of something in exchange for payment or clearing a debt 是某种还债就是这个债有时候是我们心里头对别人的一种愧疚是吧 亏欠吗 这个其实是影片的小林觉得总是觉得对他母亲的有一种亏欠 但是他不知道去怎么去还这样的一个东西 最后其实他当他了解到什么东西是重要的时候 其实这个东西就等于说还给还了母亲的非常大的母爱了 让他能够去把母亲的价值能够继续继续延续下去 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这其实就是救赎的意义的一部分的可以解释的东西 救赎还有一个解释是the action of buying one's freedom 是一个能够换取自己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你能够赎身对吧 我觉得就是小林在结结尾的时候 他确实重新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他他不再为自己的无论是说外形相貌身材地位等等 所以我刚才也是说不要用大裤衩形象就好很多了 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搞到最后就说我事业成功了 那个不重要好吧 所以我觉得说其实影片 让他回去回到过去我们在想就说我们很多过去的错误 他已经存在了他这个东西好像没办法改变 但是我觉得这个影片很好的地方在于说即使你过去都是错的哈 但是因为今天的一些观念的更新了实际上你聊当你了解到其实不是因为过去所有的那些错误和复杂的东西 你也没有办法有今天领悟的时候啊 其实你因为那样的一个领悟成为一个更坚强更好的或者更美善的一个自我的时候 你多多少少改变了过去那个错误的意义哈 这个是对过去的那个东西的一种救赎 我记得Jordan Peterson讲过这个荷鲁斯之眼的这个意义哈 埃及那个阴头的那个神 那个神他就是说他和这个自己父亲的这个兄长吧 也就是说谋杀了他父亲的这个把他父亲永远的打入地下的这个赛特哈 他把他跟他大战之后呢 赛特是好像把他的眼睛给抠出来了 然后荷鲁斯拿的这个眼睛呢回到地下啊 然后把这个眼睛还给了已经其实是失去了生气的这个父亲啊 这种在交代Jordan Peterson看来这就是某种程度的救赎 就是你过去的一些tradition 你过去那些不好的东西 你还是要给他一个vision眼睛啊 你要给过去的那个传统一个能看见未来的能力 然后你就作为这个过去和未来的这个桥把这个东西连接起来 这就是救赎 我觉得这个这个这个其实说起来也蛮简单的 我很多人觉得说啊 基督教这讲的这些救赎好像听起来蛮遥远 不是的哈 这个救赎这个事情实际上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我觉得 我觉得在电影里头这个真的小林通过自己努力 让母亲看到就说即使今后母亲不在自己身边 他也有勇气有勇气去为爱付出的这种能力 这个是他真正得到新生的这个东西 这是他真正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哈 小林可以因为这个事情让他所爱的母亲没有遗憾的离开这个人 现这是真正的救赎的力量 我觉得让他以后可能也也是因为这样舍己的 愿意付出的这种爱是他在人间的最大的资产 而不是其他的东西啊 ok 这是我就是说 最后我再跟大家分享一点 我觉得说我就今天一起说完吧 我以后不可能不再打算做这个李幻音的这个节目了 关于这个 黑白电视的这个事情啊 或者说黑白电视里头是作为这个穿越的一个入口吧 对吧 电视里播放的这些黑白的影像 然后旁边有这个解说啊 就说这个什么挑手的摄影师可以把黑白照片 呃染上彩色哈 其实我觉得就说照片啊是某种程度就是某记忆的载体啊 他在他也是一个在电影里头 他是symbolize for our memory 他就是我们的记忆 那这个记忆可以是无生气的 没有生命的就是你看待这些事情就是好像跟自己无关一样 again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被救赎的 当你愿意去花上自己的思考和和和和和和爱吧 比如说当他回到过去的时候 实际上你把自己的情感放在这个上头 放在那个记忆上头 放在过去那个好像看起来黑白的东西上 这个东西就自然的变成了一个很丰富多彩的东西 它是因为人的情感而变成彩色的 我觉得彩色同时也是说 把我们过去觉得自己认为暗淡无光的一些价值 重新打磨出来 然后变成一种生动的 然后也是可以欣赏的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小点 我觉得父亲的缺席 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知道影片里头 贾文田确实是出现了 但是而且是好像是在这个庆功宴上 贾文田是自己演的自己 但是没有给他一个正脸 他爸爸当时在另外一个酒桌 非常兴高采烈的在 因为他考上戏剧学院 然后是在手舞主导的唱歌还是怎么样吧 但是没有正脸 我觉得包括在整个闪回的贾小林 在闪回整个母亲对他的爱的时候 其实完全这个家庭没有自己父亲的影子 这也是挺奇怪的一个事情 在影片里头 他和他的生父的对话 好像父亲的对他是一个有条件的爱 还是希望就是说你要么你总得站一头 要么美貌要么身材好 然后也好像对父亲的形象存在一个很微妙的一种批判 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是不是有点点太过分 Anyway这是一个文艺评论 所以也不要太take it personally 我觉得说想到这个 就是说在中国的电影里头 其实男性的这种父亲的形象 其实还真的挺少有让人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一种有有楷模作用的这种形象 挺少的 你想一想 我觉得再说几个其他的男性的形象 比如说张江在过去的时候是一个挺插昏打磕 也挺likeable挺让人喜欢的这样的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形象 但是当回到现实的时候 在一开始酒宴上的时候只有玉梅是还是非常话多 张江在旁边几乎是存在感极低 他没有说出来任何有特别有价值的台词 只有非常辅助性的哼啊哼这样的 张江去哪了呢 为什么这些男性的存在到了现实当中 当男人男性衰老之后就只有说当时酒桌谁在说话呢 是那个主任在说话啊 就好像说这个男人经过了一生之后 当他在这个hierarchy这个权力结构当中没有去爬升的时候呢 他多多少少就变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啊 这在现实里头其实我能够得到很多的噪音是这样的啊 这是一种说呃我们都这种是真的因为父权结构的某种 hap patriarch导致的吗 你想想张艺谋的大红动物高高挂 那里头的老爷他是他是有权力的人 他是整个那个大院子里头最最有决定权的人 他可以让任何的一个他自己的妾去去去被关在一个地方啊 他对对所有的人几乎都有生杀大权 他可以爱他也可以抛弃他 但是在那个电影里头那个人是面目模糊的 张艺谋肯定是刻意的没有去给他一些让我们能看清他的面目 因为这传统上就是说父权社会里头父亲就是面目模糊的 他要么就是永远板着脸啊 他不知他没有一个真实的情感的流露 我们再想想霸王别姬陈凯歌的里头 这个小豆子也就是说成蝶一小时候 当然他他母亲是妓女 这当然是另外一回事 但更就是这再次看到就是说父亲的这种瘸位 或者这种男性在成熟之后就好像是被去世的这种 我说是被阉割这种意象其实挺有意思的 我一下子还没有办法特别能够能够去总结出来我体会到的东西 但是就是说男性在这个电影里头的这种缺席和缺位 让我觉得挺值得去也许有时间再做一个专题去讲的 那我最后这个有一个比较personal的ending 我觉得其实最早的时候这个电影吸引我的是这个名字叫李幻英 你好李幻英 我的舅妈我的舅妈叫孙幻英 然后我的舅舅姓李 那要在旧社会的话他也应该叫李幻英 他们两个人呢在过去的几年内吧 陆续的因为癌症去世了 其实都年纪都挺轻的 那我也用这样的一个两集的视频吧 像他们的在天之灵吧 希望我们天堂再见 谢谢你们的关怀和爱 也谢谢观众们的支持 关注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再见 谢谢观众们的支持 谢谢观众们的支持